我們成就了無數辦公室的效率跟專業 可是我們今天員工卻要被當作耗材來丟棄 看起來光鮮亮麗 看起來好像是百里 早上七點多出來公司 回到家了都八九點 我現在是腦溢血 你看我領薪水 以後還要拿這個錢來看病 現在再加上要裁員 可能我就是第一個 台灣富士全路工會 以及桃園市產業總工會 今天已經開始我們的罷工行動了 在昨天已經有宣布我們通過罷工投票的決議 並且開始執行罷工 所以我們今天在富士全路公司的總公司 台北總公司這邊召開我們的罷工開始記者會 我現在按一個口號 日子停止之名 日子停止之名 立刻對的協商 立刻對的協商 日子停止之名 日子停止之名 立刻對的協商 立刻對的協商 從九月十號開始 那企業工會為了因應公司的大規模裁員 那所以我們在全省所有的據點 大概十九個據點 舉辦了那個說明會 那希望我們能用罷工的手段 來對抗公司的裁員 然後在十月四號的勞資爭議的部分 我們要求公司停止裁員 但是公司回應是沒有要裁員 那更貴報告是公司 富士軟片集團 就是我們的控股公司 在今年的一月三十一 在全球報導公布消息 在全球要裁員 富士全路員工是八千五百位 那在我看來 在我的預估上 那台灣的比例是 乘數是在兩成以上 人數會是在三百人 那我們員工目前是九百七十四位 在三百人 十月八號到昨天 十月二十二號 進行了全省的罷工投票 昨天在八點多開出的是 三百一十八張 三百一十三張 所以我們直接 投票率 同意票是 罷工同意票是百分之七十八點多 那我們直接取得了罷工同意 那我們罷工的地點 除了總 台北總公司 三重的倉庫 台中的倉庫 包括高雄的倉庫 這四個地方 早上的時候 因為董事長 我們的聖田董事長 他想要進入公司 那當然被我們 柔信的勸導 那我們也告訴董事長 希望你能跟我們 七月公會來協商 任何時間 都可以 有關於台灣 有關於台灣護士全入 無論有限公司 職業觸發 腦心血管 疾病 職業疾病認定案 經過台北市政府勞動局 職業疾病 認定委員會 審查認定結果 判定屬於職業疾病 警察到 舉轉賴鄉民 我現在是腦溢血 就是俗稱的腦中風 現在這 是麻掉的 是行動不變的 那我不是第一個案子 我是民國一百零五年 十一月二十五號 發生的 是在上班期間 中午十一點多 到下午一點多 這中間在修理移應器當中 半應中午 直接在現場 血管爆裂 還好 還好我是小條的血管 那我第一例的同事 是大條血管 那現在已經做輪椅 我一個員工 民國七十八年 二十幾歲來公司 全部薪血都發在這個公司上面 早上七點多就來公司 回到家了都八九點 沒有 盡情盡力 之後發給 給公司申請一下 職業災害救助 沒有 職業災害今天 沒有 醫療補助 說推給勞保跟健保 環保 除此之外 沒了 那請問一看 那對我們的這個財源動作 最近 一而再再而三的 造成我們白色恐怖 讓我們心生恐懼 你看我領薪水 以後還要拿這個錢來看病 我現在也沒有辦法回去 復健 被公司卡到一定要來上班跟下班 現在再加上要裁員 可能我就是第一個 那你看 對我這一個老員工 這麼盡情盡力 在上班期間 八七八點半到五點半上班期間 發生的指災 就可以這樣來對付你 你想想看 其他我們這些同事 手無寸鐵的 家有老小的 就靠這一份薪水 何況我現在拿薪水還要看病 現在還要來這邊罷工 我們是不甘被當作耗材丟棄 大家應該調解耗材定義 所以我們只有團結一搏 今天只有穿上這個公衛背心 站在這裡 我們是台灣護士全路的員工 十二年前 護士軟片吃下這個中信集團的時候 他號稱說員工的權益不打折 可是實際上呢 在短短兩年內 公司就啟動裁員 被迫卸下那個離職協議書 或者那個什麼 騙他們轉成派遣 這個中信聯事業 對我們來講是印象最深刻的 也因為這樣子 才成立的這個所謂的工會 可是工會的成立 並沒有阻攔 這樣子的一個趨勢 讓公司繼續的 對全路公司繼續裁員 那些離開的同志呢 同樣的在我們心中 之後今天呢 護士軟片 又以61億美元 來併購美國全路 然後立即又宣布全球裁員 一萬人的計畫 那為的是節省 每年4億美元的人事成本 那是人家想的總是全球獲利 那老公呢 就這樣直接被犧牲了 而且被犧牲的不在少數 直接就300個口號喊出來 甚至喊到400個 那雖然台灣全路有賺錢 但是我們一樣被分配到300個 以上的民額 佔了全裏勞工的三成 這是日本的資本家 難道就是以殖民的心態 來對待台灣員工嗎 政府各位 日本應該這樣子來對待台灣嗎 所以我們只有 在自己熟悉的地方 發起革命 公司碰到工會不團體協商 那我在這邊跟各位報告 團體協商從去年4月展開到今年7月 因為沒有簽訂任何一條條文 所以我們經過會員代表大會 結束了團體協商的那個會議 也行文通知公司兩次 我終止團體協商的協約 可是後面公司在9月份 卻又向勞動部申請不當勞動行為 說我工會沒有進行誠信協商 這是一個非常可笑的事情 我們一直秉持著誠信的態度 希望跟工會保持民心的溝通 你們有沒有拿哪幾點是覺得 特別不合理 就覺得完全沒有辦法 沒有沒有 目前我們沒有針對哪一點特別做回應 但我們一直希望可以雙方做下來 民心的溝通 對 台灣被分配到300名 這樣子裁員的份額是有這樣的事情 目前真的沒有接過任何這樣子的消息 所以我們也在聲明稿上面有說 我們是完全沒有這樣子的裁員公告 沒有裁員 第三點 這邊有寫公司並無任何裁員公告 公司他口口聲聲說的沒有裁員 背後是拒絕同一公會 要求他就跟我們簽白紙黑字不裁會人的訴求 他並不敢簽下這一條 所以我們認為他現在所說的 他不會裁員只是一個託詞 只是一個藉口只是一個騙數 既然你說你不裁員 你就把這一個不管是離職解僱的同一權 讓我們公會介入搞贈我們所有的會員 他不會被逼對 他不會被逼離職或者是不會被支欠 我們只是這麼簡單一個要求而已 他現在汙蔑公會說 因為公會不同意加班同一權 所以他被罰款 而剛剛你上講得很清楚 今天他違反的法令 並不是公會同不同意就可以解決 因為他違反的是超時加班 違反勞基法第三名已經連續兩年了 你今天反過頭來告公會說 因為不同意你的加班同一權 所以我們違反這個不當勞動行為 根本是一個荒謬的事情 希望資方可以寄數 寄數出面跟公會針對工作權 這麼簡單一個問題來做協商 我們在此呼籲 我們的台灣政府不應該放任外資 使用了台灣的勞動力 使用了台灣的勞工 用完之後就丟掉 我們希望社會大眾以及媒體朋友 把我們富士全路公會在罷工這件事情 一個告訴一個 我們將會在這邊持續的罷工 直到公司出面 出面協商並且達成協議 我們才會停止 我們絕不放棄